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我会把这种计划 我会把这种肥虎道进行 一切众执行 我会把这种状态 我会把这种状态 这趁着之那头淡的 啪啪啪啪 嘛呀啦啦啊呀 啪啪啪啪啪啦 阿啊 啊 啊哦 啊 日日 啪啪啦 于 依 哟哇 啊 嗝 看 啊看 啊嗝啪啦 这趁着之那头淡的 啪啪啪啦 爸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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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啊 日日 为 依 哟过啦啊 嗝 啊 喔ып 啊哦啊 日日 为 依 哟过啦 啊尔 Plus 搞没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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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的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悄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我会想要求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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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间当中 如果害我们的话 那么威力最大的 力量最强大的还是莫过于 世间的什么天生 非人 阿修罗以及我们平时认为 人间的各种势力比较强大的一些 敌对的国家 敌人等等这些人 那么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 危害我们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世间当中的天人 非人 或者说一些鬼神邪魔等等 这些来危害我的话 最多是什么 就是我的财产全部都强光了 然后我宝贵的生命也已经多了 再加上我自己拥有的 一切亲朋好友都摧毁 乃至我的身体全部摧毁 摧完了以后 他们也没办法的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遇到一个特别可怕的魔鬼 那么魔鬼最多都是 我第一次的生命就堵走了 除此以外 可能他也没办法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让我投入到地狱的火里面 作为一个任何力量强大的魔鬼 也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烦恼经常 在自相续当中没有离开 我们没有对治 而这个烦恼已产生以后 让我相续当中生起贪心破戒律 或者相续当中生起谈恨心 毁谤金刚上师 毁谤一些严厉的对性 以及造无无间罪等等 造这样的恶业的话 那么依靠烦恼的趋势力 依靠烦恼的发动力 在我自己即生当中也是坏坏 我的一切善根 而且来自生生世世 就是无数的怜恶当中 让我在地狱的凶凶烈火当中受苦 地狱的这种痛苦 比如说我们热地狱里面的火焰 如果遇到了世间善亡 非常坚硬的虚弥山 那么虚弥山一刹那间当中 全部坏和无益 连一个微生虚 也是不可能留下的 全部变成一趟火焰 最后变成一个虚空 会有这样的 拜托已不得到达备数天下 现在我们可以热地狱来有这样的 充满员据住进驱途迹 我会瘫一点白厚 口远途天下 大人力 regulation 我会被你了解 到日本他在这些车就要 我会想听批详 他的一次性目的 我会听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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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可以想一想 世间的任何一个敌人最多都是让我关在监狱里面 让我离开这个世间 一次性的痛苦 对我来讲应该说是非常难受 但是过了以后再也不可能 生生世世让你受苦的 而我们世间当中的烦恼的确是 不管是你的相续当中生起了什么样的贪恋也好 或者成年也好 嫉妒 傲慢等等 所有的这些烦恼自相续当中生起的话 决定是有这样的浪力 因此我们也始终都要分析 所谓的烦恼 不能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迷友 一定要全力以赴地想对治它 而且全力以赴地对治它 佛陀在《别解脱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过的 如果我们遇到了毒蛇 那么也就伤失我们即生当中的生命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治烦恼 依靠烦恼而触犯戒律 最后在十万戒当中 也是不能获得解脱 并且在地狱的男人的祸里面受苦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对烦恼永远也是不能有自相的烦恼 当然我们讲到一些 大乘不共观点的时候 烦恼极为菩提的观点也有 但是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 暂时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还没有达到境界的时候 任何一个烦恼在自相续当中生起的时候 就尽量地对治它 就有了 这点 当有什么状况 第二点 以前的避免 我们已经在是监制和尽量两个人打得来的 专业 很难受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这里就是我们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刚才让我们投入到 地狱里面的危害性的角度来讲 那么现在这里 烦恼对我们危害性的时间也是相当长的 那么我们的心 认得烦恼的敌人 不仅仅是一天两天 不仅仅是一两年来 或者几十年 一生一世 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未来 过去 现在全部都是 所谓的烦恼 害我是无数不尽的 其余的世间的任何一个敌人 根本不可能有如是长的寿命 而且他害我的这种世间 根本不会如是长 所谓的烦恼 贪嗔痴等 就是莫忘不寻 给我们发射的五种毒箭 围住的八万四千烦恼 害过多少次 那么这个岁月 谁也可能算不出来 不仅仅当中 一直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一直害我 现在也是正在害我们 而且现在如果害了 过一段时间不害 也不要紧的 但是未来漫长的时日当中 一直会 只要我们没有对治他 没有根除他的种子 那么在无边无际的轮回时日当中 他也会不断地害我们 所以烦恼害我们的这种世间 的确是非常的 应该说是漫长的 那么世间当中 有没有这样呢 没有的 世间上的很多敌人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的敌人 现在有些四万没有了 他的命不太长了 有些还没有过几年 过几个月的时候 马上都变成 你最好的朋友 这是这是你的怕迫不准备的 然后这场一点我一定是在这场 这场败的坏连接 被人打造成一个人 可乐地 它说这是会给自己的 你再正常地打造成一个 这场 就是要判断的 但是原本在还有一个含启的 在这场上重来 是我们前面的 感谢观看 我们在轮回当中 永远也是不可能解脱的 在轮回当中 应该说路是非常的耀眼 以前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龙猛菩萨《大智度论》里面就是说 不明业长 疲倦路长 余生死长 未知正法 大概是这么计计吧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遂命的人 就觉得夜晚是非常的长 而路上疲倦 疲惫不堪的有些人 那么觉得漫漫路程是 遥不可及 非常遥远 有这种感觉 然后作为一个凡夫人 不能了知对治烦恼的 这样的一些愚痴的众生 在我们轮回的生涯当中 这个路上是更为漫长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了知一切诸法的 空性和无我 不了知这个原因 因此我们对佛法 一定要去认认真真地 心就安静下来 再不要想很多了 现在以慈离地修持 这样以后 你的相续当中的烦恼 逐渐逐渐会减少的 来 了解 因为医药 extinct juice 那么不小心 那么不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一个颂词 这个交界 大家千万不要一直烦恼 你不要认为 一直交界当中生起烦恼 我是多么了不起 千万不能想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世间人 世间当中的有些敌人 我们随从起义 百般地对他称施 恭敬 这样很有可能 他会帮助我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世间当中虽然有时候 人与人之间 发生各种矛盾 纠纷 甚至有一些血海深处 还有一些时代为敌的各种关系 但是我们通过对他 恭恭敬敬 时时刻刻地随从他 然后听从他 一直随顺他的话 那么这些人也毕竟是人 到了一定的时候很有可能 反过来对你 不但不加害 反而帮助你 但是这个烦恼不像这样的 烦恼如果我越恭敬他 越顺顺他 越听从他的话 他就越来越猖狂 越来越对我一点都不考虑 噶当派的大仗们 都给我们讲了很多非常殊胜的教言 比如说 南日唐巴在修行八诵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时时刻刻地 应该观察自己的心 什么时候自己的相续当中 生起烦恼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所谓的烦恶 坏化自己和他人 所以但愿我能立即强迫地断除 所以像这种类似的 所有的教言 我们应该记在自己的心里面 始终在自相续当中 生起烦恼的时候 应该想起了 一些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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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圆满禅定休息》里面 也引用了很多薄弱的教证 讲烦恼观为幻化的教言也讲了 还有比如说我相续当中生起贪心 生起嗔恨心的时候 就是认识它的本性 到底我这个潘性在什么地方 它的本体是什么 颜色是什么 形状是什么 什么地方来的 什么地方去的 什么地方安住的等等 这样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最后所谓的烦恼全部消失了一切 一点也是找不到它的重因 或者我们通过《宗观四百论》和《宗论》当中所讲的那样 观就是它的本体自然去解脱 自解脱的本体 那么自解脱的本体 首先我也不存在 我相续当中的烦恼 那就是女儿子的相貌一样 根本不可能存在 通过这种方式来真实观察的时候 虽然我们世间当中的凡夫人 首先肯定在相续当中 有不同的烦恼 但是这种烦恼 依靠传承上师们的窍诀 一定会是能对治的 所以我们要对治烦恼的时候 一定要认清 烦恼对我们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千万不要抑制烦恼 不要顺身烦恼 当烦恼生起来的时候 尽量地去制止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如果自消灵当中生起烦恼 实在是不能制止的时候 马上要祈祷自己的本身和上师 无二无别观想 观想以后一直祈祷 祈祷以后 这个烦恼暂时也许没有消失 但是它不会对你的修行 制造大的违缘 因为所谓的烦恼 非常可怕的 它如果生起来以后 很有可能自相续坏坏 所以自己祈祷 这一点也是传承上师们 对我们留下来的教言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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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